生命旋律 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 刘奇篇稿 谢君文主持 去荣 在现今社会 有部分人生活得很奢侈 他们住的是豪宅 出入坐的是名车 还要一身名牌打扮 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虚荣多数是用来比喻贪恋浮明和富贵 虚荣心理是为了拿到表面上的荣誉 和引起外界普遍的关注 而表现出来的偏离常态心理 由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虚荣心是追求虚荣的性格缺陷 虚荣心是自尊心过分表现 每一个人都有自尊心 都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 这些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要 不过当自尊心被扭曲后 就会变为虚荣心 所谓的自尊心扭曲 就是人用错误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 一般虚荣心是来注于贪心和渴望给人表扬或称赞 虚荣心重的人不是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 而是利用说大话、投机等不正常的手段 去获得名誉 名利成为支配自己行动的内在动力 这一类人喜欢盲目比较、耗大喜功、自我表现欲强 过分在乎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有强烈的妒忌心等等 虚荣心强的人其实会生活得很累的 因为他们是生活在极度自信和极度自卑之间 他们死要面变得很虚伪 一旦有人否定自己的意见 就会认为自己失去了所谓的自尊而受不住 贪慕虚荣 轻则道德沦亡 重则走向罪恶的深渊 正如有人说 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行 但一切恶行都是围绕虚荣心而生 都是满足虚荣心的手段 虚荣的男人是权力的奴隶 而虚荣的女人就是金钱的俘虏 容易堕落 有一些女性为了上流社会的感依话服 甘愿出卖自己的青春 他们失去的是什么呢? 是自由、独立和快乐的心灵 提到Yahoo 这个网络平台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身为Yahoo 阿泰区董事总经理 兼资深副总裁的周开莲 曾是MTV、电视频道等娱乐 创意产业中的独霸一方 在任职Yahoo 总经理的时期 他成功领导Yahoo 合拼和收购奇摩 成为台湾最大的入口网站和拍卖平台 巩固网络事业在台的领导地位 这么结出的表现 令到他一路由总经理 升任亚太区资深副总裁 2008年又再一次领导Yahoo 奇摩 拼购轻奇科技 开创台湾电子商务新的里程碑 但私底下他经历了无数的挑战 甚至人生都与他工作场所的卓越表现背道疑似 直到福音带来的生命转变 才令他超越个人成就 带领团队走出新路 当他回顾过去时 他说原来上帝早有安排 32岁成为MTV总经理的周开莲 最在乎的就是影响力 当时他人生里最看重的是要名 他渴望登上雜誌封面 但事实上他的生活不单只是没有影响力 而且还是完全失去方向 他说下班后他就会去夜店 因为他觉得无论去到哪里都有人认识他 他去夜店主要是想满足求鸣的虚荣感 2000年周开莲加入Yahoo 他每天都需要开记者会 追求影响力这件事对他来说又跨尽了一大步 他说踏入新兴事业的不确定感 令他无法掌握未来 他要靠算命来过日子 生活日夜颠倒 搞到腰酸背痛 有一天 姐姐突然打电话给他 说知道有一位牧师会拉手 拉完之后腰就不痛 其实拉手就是讨告 那次是他第一次踏入教会 那一天当师母和他聊天时 他再无法忍受心里的压力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从此之后他就开始参加聚会 因为他觉得心里的重担有人知道 2000年是千禧年 大家都议论纷纷说会世界末日 周开莲好怕末日真的会来到 教会牧师就劝他快点受洗 决定受洗之后他心想 如果世界真的毁灭 至少他还有机会可以进入天国 2000年12月30日 是周开莲归入主名下的日子 他慶幸自己还能搭上最后的一班列车 他说在那个看不到未来和困难的时候 然后上帝用了他身上的那一根刺 让他认识了上帝 日后上帝用各种不同的境况 让周开莲更深的认识他 他说他以前认为的影响力 是他做得很厉害 会被人看到 但现在他相信的影响力 是他给人正面积极 愿意尝试的勇气 去榮的人变得不理智 容易被人骗 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 以为自己拥有很多 但当梦醒了之后 就发觉其实什么都没有 只是一场梦 去榮心人人都有 只是轻重之别 人注重爱貌 送上浮华 因为人类原本就是生活在漂浮不定的世界里面 世界的一切都不会长久 熟世的荣耀原本就是虚空 他或者能够满足人短暂的快感 但就容易产生今生的骄傲 旧约圣经针研18章12节 经文就写话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 必有谦卑 今生的骄傲 是属于世上的情欲 心里面有了骄傲 就会没有了爱上帝的心 1931年 出生于英国的间谍小说大师 约翰勒卡雷 本身就曾经做过间谍 所以他筆下所描绘的间谍世界 是非常生动 他的故事里面每一个阴谋最大的漏洞 就是因为骄傲 以为自己毫无破绽 世上没什么是完美的 每一个人都会因为压力 大义 和人性本身的笨拙而犯错 就算手握大权 也没有办法摆脱愚蠢 勒卡雷从来都不会公开小说取材的元素 他只是透露过一个原则 就是任何的一切都是内外不一 勒卡雷的书被人学到很多东西 例如从来都不会怀疑人家所造成的后果 和阴谋论的吸引力 我们都宁愿相信人生是受到邪恶势力操纵 但是就不愿意相信世界上的混乱 是人类愚蠢和自私所造成 阴谋论的思维 喜欢将一切的问题都解释成是魔鬼的阴谋 但是就不记得 在圣经里面 这种问题是叫做罪 在我们变成魔鬼之前 人人都是罪人 旧约圣经耶利米书17章9节 经文说 人心被卖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释透呢 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 人人都说自己是信服上帝 常说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但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意思 表面上相信 内心就怀疑 我们隐藏着自己的弱点 努力保持完美的外表 假装婚姻和諧 家庭幸福 但实际上就充满问题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都是建立在偎装上面 每个人都有问题 都不完美 有很多秘密 我们怕着 当我们不在偎装的时候 美好生活的泡沫就会破灭 魔鬼知道人心的软弱 和对成功的渴望 所以他要将我们捲入世界的潮流里面 魔鬼是世间的掌权者 他的确有能力给人一些甜头 问题在于在魔鬼之上 还有一位宇宙的掌权者 他比魔鬼更大 我们若能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的选择就会不同 因为撒旦是利用功利交换 也就是他给你一份甜头 他会向你收取加倍的代价 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 面对挫败 因为这一条是我们通去天国的道路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章3节 经文就写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耶稣说 当我们承认自己的饥渴 悲痛 需求和贫穷的时候 就会得到祝福 人通常要走投无路 要到一定程度的绝望 才会意识到 我们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本身就是一无所有的 我们之所以疏远上帝 是因为我们不想而真实的样貌 来到祂面前 我们在寻求上帝之前 一直都在等自己有所改变 希望自己变得更干净更完美 否则的话 上帝就不会接纳我们 我们不明白的是 上帝爱的就是我们这些不干净 不完整的人 我们这些有瑕疵的人 就是上帝选择用来陶造的材料 当我们明白到自己的缺陷和丑陋 了解自己的困境之后 耶稣就能帮助我们 今生的骄傲 不是由天父而来 而是由世界而来 让我们警醒 谨守 谦卑的与神同行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将会成为真正的自己 我感激 我感激 你一清 你的手传递我明 自态初现去的我 我愿是想应定 我歌付你的名 这一生 这一生望尽高映 在岁月里 你捕首带领 寒冷中天 作词彼 我已靠着你 而我 赴来枝青 趁世变清 你的 connai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